最后我们要再带你来看到的是 视障歌手朱万花 同时也是中华民国身心障碍者 艺文推广协会的秘书长 那么他特别领军的一群 同样在盲人音乐路上 相当努力的视障歌手 将在本周六 也就是3月19号的时候 在新庄文艺中心 带来一场精彩的民歌演唱会 那么欢迎喜爱民歌的朋友 可以来洽询新庄文艺中心 或是两厅院售票系统购票 视障歌手同时也是中华民国身心障碍者 艺文推广协会秘书长朱万花 二十多年前在台湾盲人音乐 受到极大限制的年代 勇敢站出来坚持推动视障艺术一般化 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近期他将带领跟他一起 同甘共苦的视障音乐人 在新庄文艺中心 举办微光中的歌营 校园民歌演唱会 我觉得应该让新生代的朋友 可以有更多露出的机会 那所以不要再演自己的故事 不要再只是自己想唱歌 那把舞台给更多人来展现 那当然了 我的自己的演唱会 我也都是会希望 有更多的人一起 在台上做演出 所以这次我们在新庄 也是有二十几位的演出者 在这场演唱会中 阵容坚强 绝舞冷场 除了朱万花 还有张礼成 飞比乐团 魔王大使张哲瑞 等等歌手 以多媒体故事呈现 带来陪伴台湾走过四十年的 经典校园民歌 我们希望大家 可以购票来支持 同时呢 还有一个方式 就是也可以买 带用票来捐赠给身心障碍者 让身心障碍者来听这场演唱会 只剩不到一个礼拜 就这个礼拜六 所以在这里 就可以请大家帮忙 这些市场歌手温暖的歌声中 透露着异常坚定的力量 欢迎喜爱民歌的朋友 在三月十九号 到新庄文艺中心欣赏演出 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或洽询新庄文化艺术中心 02-2276-0182 分期101 以上新闻记者 新庄采访报导